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 台中最適合讀書辦公的咖啡廳 這是最客家的 如果你今天只想帶一下下 你可以點這一杯 我覺得巧克力切片耶 這好好吃喔 這個第一名 26樓上面 超級漂亮的 它裡面蠻多插座的 真的是很難進 我覺得可以媲美圖書館 它的採光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評價 好吃 很濃郁 很好吃 肉桂粉是味道比較強烈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耶 它其實蠻多味 而且重點是每一個位置旁邊 有很多的插座 看你的嗎 很脆耶 超明顯的聲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eeNanLin 今天又來到我們大家 最期待的學生推薦美食了 可是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比較不一樣 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 台中最適合讀書辦公的咖啡廳 因為我自己其實蠻喜歡去咖啡廳讀書的 所以特別整理台中我進去挑選的 這一些咖啡廳 可是呢 因為拍咖啡廳 想必真的好重本 所以我們今天要感謝我們今天贊助的廠商 SortioShark VPN 它是一款可以穿越在世界的VPN網路 比如說我們現在大學生最喜歡看的 Netflix Disney Plus 如果你想要看國外地區限制的影片 我們就可以使用SortioShark VPN 把地區切換成國外 馬上解鎖台灣不能看的Enail 可是我知道大家 很多會用一些免費的VPN 那些VPN其實有可能會竊取你的資料 甚至是信用卡的資料 可是SortioShark 採用是無日式原則 它不會竊取你個人資料 非常的安全 就算你是使用公共網路 你也不用擔心你的資料被洩取 連上VPN 一鍵搞定 資料全部保密 現在只要去我的資訊欄 下面點擊連結 或是輸入我的專屬優惠成功 DNAIL 馬上可以享有1.7折優惠 還有外加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而且還可以無線平台設備的使用 CP值超高耶 大家趕快去下面點擊喔 今天為了要拍這個咖啡廳嘛 我特別找了兩位可以說是 咖啡廳的第一把搖椅 我們特別邀請我們的台女李鵬 李鵬有鵬至遠方來頻道C優 什麼多吃甜點界的第一把搖椅 哈囉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StarFish StarFish 李鵬好友兼甲骨文大師 興趣是不吃黑糖 嗨 大家好 那你們平常會去咖啡廳讀書嗎 會 超常 因為我喜歡邊吃東西邊讀書 我自己平常是一個禮拜去三次吃咖啡廳 所以我蠻喜歡去咖啡廳讀書 才拍這個特輯的 這幾間都是我們三個精心挑選的 有他們兩個認證 可能就沒有錯 對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看第一間吧 好 現在第一間來到我們星巴克 那星巴克大家可能覺得說 喔 沒什麼好介紹嘛 那星巴克其實我一個禮拜來三次 但這一間特別介紹就是因為他們的環境 超級好 而且採光超級好 你們去過一些星巴克 有 我都還沒講完 曬光很爛還是很暗 超暗 根本看不到字 而且它這一間 它的插座非常多 裡面也非常大 雖然你昨天晚上 光線還是非常充足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吧 好 我們首先進來先看一下他們的環境 我覺得這間星巴克跟其他間不同的就是 有非常寬廣的空間 而且插座的數量超級多耶 每個地方都有 我覺得非常適合讀書 跟其他星巴克比的話 它寸戶超級多耶 對 它基本上 三面都是寸戶 所以白天或者是晚上都不用怕燈光太暗的問題 我有晚上來這邊讀書過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是晚上來 然後我覺得環境很好 就很亮 不會覺得太暗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馬上來吃吃看他們這邊的餐點 我剛才忘記跟大家講一下這間是哪間店 這間是大慶 在中山一旁邊 是滿大間的 所以我們點了六樣東西 我們這一集真的是花重本 所以大家記得你要按一個讚 先按再繼續看 可以吧 好 我們點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 新乳蛋糕跟美式 蛋糕是80 然後中杯的美式是95 那我點這個是 咖啡巧克力松露蛋糕 這個是85 這個是咖啡蜜絲豆 這是最客家的 所以大家進來的話記得 如果你今天只想帶一下下來 你可以點這一杯咖啡蜜絲豆 喝起來跟拿鐵味道差不多 可是它是只有85 你點的是 這是羅勒滷肉麵包 這個是冰玫瑰蜜香茶那提 這樣一個set是多少錢 這個set是190 好 那我們現在先開始試吃吧 好好 它這個乳酪超酷耶 它中間有一層 很像牛奶的東西 就是你有看到這個 一般的乳酪是 它會全部都長這樣 可是它這邊還有一點點 等一下吃吃看 好吃 這個我喜歡 而且中間很像布丁 應該卡士達布丁之類的 這個很好吃 不是布丁 應該不是布丁 卡士達醬 好 那我現在吃吃看我的 咖啡松露蛋糕 再看感應 這個是我每次來多一點 下面好像是那種脆脆的餅乾吧 馬上來吃吃看 超好吃 巧克力不會翻作 我覺得巧克力脆片耶 這好好吃喔 巧克力不剩10甜 是有一點點酷酷的感覺 對 它有點咖啡的味道 這個第一名 第一名 它那個咖啡味是很淡的 可是中間的話 它很像巧克力的奶油 最下面是巧克力的餅乾 最近其實蠻多層次的 上面有蛋糕 中間有奶油 下面有餅乾 超級好吃 我每次來必點 妳來吃吃看妳的 很香耶 超香 超香 很好吃 很好吃 它蘆蘆味好棒喔 可是我覺得它味道沒有很重 淡淡的味道 沒有看起來那麼重 可是很好吃 還蠻好吃 很有嚼勁 但是味道有點淡 嗯 又乳酪味 又乳酪味 那東西沒吃到妳講話邊嗎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酸米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那個麵包店 對對對 有像麵包店 然後 但是它味道沒有很濃 反而是乳酪的味道 乳酪的味道比較濃一點 對 大於蘿勒 它中間那個醬應該是 乳酪加一點蘿勒 青醬 現在最有醬 所以乳酪味圍住啦 蘿勒是淡淡的味道 它外面麵皮很像就是法國麵包 嗯 滿有嚼勁的 是硬的那種很有嚼勁的 我覺得是不錯吃啦 可是我來還是會點這個 這還是第一名 這外面吃不到 那個去麵包店就買得到啦 對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喝喝看飲料 他們已經喝超多 那妳覺得怎樣 我覺得他們的美食還蠻好喝的 中規中覺得美食 而且還蠻能提升精神 因為我是每天都要喝美食的人 一天喝一到兩杯 那如果跟全家喝誰 我覺得吃這個 因為全家我會蠻原性 因為離我家很近 但沒有很好喝 喔 喜馬克比較好喝 對不對 好我現在馬上來喝這個 這是 我覺得推薦大家來 要省錢的話 已經是點這個東西 它喝起來這個跟美食沒有差別 可是比美食便宜了 應該有二三十塊吧 拿鐵 喔不是美食啊 拿鐵 拿鐵 跟拿鐵差不多 我覺得很好喝 我每次來真的都點這個 或者是這個 那其實他們還要餅乾可以點 餅乾是三十五塊 巧克力餅乾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我真的再客家一點 因為他們沒有低銷限制 所以你就進來買一片餅乾 就可以做一整天了 這樣是最好的選擇 還有那個 推薦大家可以點瑪德蓮 兩個瑪德蓮才五十塊 然後蠻好吃的 你喝喝看你覺得這個如何 這個就是玫瑰味蠻重的 玫瑰味的拿鐵 嗯 這六樣重了起來 你覺得第一名是這個 這個 絕對是這個吧 真的超級推這個 這好好吃喔 對不對 而且其實星巴克 你知道他們可以裝水嗎 真的假的 我不是 你們有喝過星巴克的水 沒有 有時候你可能做一整天 可能你沒水喝了 其實去跟店員跟他說 你要一杯開水 他會拿馬克杯倒給你喝 喔 這個學起來 好總結一下這一間 我覺得比其他的咖啡廳 還要再更安靜一點 而且他們空間 比其他的可能 路易莎或是多納之什麼的 他們空間再更大一點 因為他們桌子椅子 擺的相對的比較寬 採光跟裝潢都更好 還有廁所也是更乾淨 所以蠻適合 我覺得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間咖啡廳 就可以來星巴克 他們的價位我覺得 以現在的咖啡廳來說 還算平價 最推薦的話 點的是這個 咖啡松露蛋糕 還有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這個 咖啡密室度 超好喝 我覺得廁所真的很重要 對 因為我很常去咖啡廳讀書 然後超多廁所都超可怕 可是我覺得星巴克的廁所 很大間 重點是它味道很香 對 它會有那種香香的味道 所以我很喜歡 可是它如果假日的話 大家記得可能要早點來 因為假日有時候 雪盛比較多 晚點來可能會沒有茶座 所以 我們就趕快把這邊吃一吃 去下一間店吧 沒錯 好 現在我們第二間來到 在我們惠中路上面的 愛西咖啡 這間店它是在中興大樓裡面 它好像在二十六樓 非常的高 你說你之前也有來過對不對 可是要排隊排超級久 對 因為它之前是不能定位 現在是平日的早上可以定位 大家都說這間是 台中咖啡廳的天花板 最top的 你有來過嗎 沒有 我沒聽過 等一下一起進去 喔 沒聽過 沒聽過 等一下一起進去體驗 你看看 聽說它們裡面 非常的安靜 而且是環境一樣 非常的好 而且是不現實的 對 不現實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吧 Let's go 好 現在我們來到 他們REC的 外面的算露台吧 後面就是百萬的 這是什麼 大樓 各種大樓景 二十六樓上面 超級漂亮的 它們裡面的環境 我覺得比星巴克 還要再更高一個等級 它們音樂其實 不過滿小聲的 而且是那種 滿放鬆的音樂 來這邊消費的客人 也是都滿安靜的 所以它們環境 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今天拍的 應該前幾名 它裡面 滿多插座的 它們插座是在 靠近陽台的高腳椅 高腳椅旁邊全部都有插座 所以如果來這邊 要用筆電啊 半個工啊 都是滿適合的 而且你可以邊看著 景色邊用電腦 而且它燈光也很明亮 對 好啦 我覺得環境真的非常好 因為現在真的太熱 我們現在趕快進去吧 看看吃的東西怎麼樣 好 我們總共點了七樣東西 之後這一杯是 美式 嗯 波多配 這一杯多少錢 一百四十人 啊這個是 每日精選一百塊 這個是 提拉米蘇 滿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最酷 它其實是提拉米蘇 完全看不出來 對 這個是 兩百塊 知道這是他們 滿有名的東西 叫做 披薩吐司 對 這是 披薩吐司 它一送完就超級香的 而且還附一個水果冰盤 這個是 檸檬塔 這是一百八 知道這是 榛果拿鐵 一百九 一百九 他們我覺得 最划算的東西是這個 每日精選咖啡 因為這個是 十二點以前才有的項目 這個是一百塊 啊它這個 其實還有收10%的服務費 就是他們這一間 咖啡廳跟其他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們有10%的服務費 低銷是一人一杯飲品 啊這一杯最划算嘛 因為如果你來這邊 坐一整天的話 它沒有限時 一百塊 超划算的 比星巴克便宜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吧 然後我喝的是 每次他們的咖啡豆 是做他們有的 叫博多配方 我覺得滿特別 所以就點 等一下喝喝看 跟大家分享 喔 它 滿特別的 因為 跟剛剛的星巴克美食完全不一樣 它喝起來是酸酸的那種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它是深焙的 所以酸味比較重一點 感覺不敢喝美食的人 喝這個會比較沒有負擔 因為它有點酸酸的感覺 喝起來會比較順口的 沒有這麼苦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也喝喝看這個 這真夠拿 它咖啡味很重 很重 咖啡味偏重 然後這種味道還好 沒有很甜 蠻順的 還不錯 還不錯 對 跟星巴克比比較好一點 還是你比較喜歡星巴克 星巴克 可以講的 沒關係 喝喝看這個 美日精選 露西配合 喔 這一喝就知道是 中生培的咖啡豆 它的 咖啡的苦味比較淡一點 它主要是有一點 咖啡的酸味 感覺因為跟那一杯滿像的 因為兩杯都是中生培 這個的話喝起來 跟外面一般的咖啡豆完全不一樣 你就外面喝不到這種等級的咖啡豆 落差真的滿大的 嗯 它是露西配方 它們每日精選的話 每次來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來可以先問問看 它們是什麼配方 是什麼的咖啡豆 再決定也不要點 就是它們上面都 有列得很清楚 很多 大家可以來看看 嗯 我覺得是滿好喝的 嗯 個人滿喜歡的 好 我們現在先來試吃看看 這個 披薩 喔 好香喔 很像肉醬的味道 嗯 直接一口吃掉 我覺得很好吃 它滷入味很濃 因為它上面很多青椒 所以如果喜歡吃青椒的人 我覺得會超愛這一道 它吃起來就跟披薩的味道一樣 有塗一層番茄醬 都在鋪一些洋蔥啊 還有橄欖啊 之後還有一些青椒 搭配起來整體味道滿不錯的 超爽的 對 這一道滿濕的 大家來可以點 滿好吃的 好 我們現在先來吃吃看 檸檬塔好了 檸檬塔看起來是滿好吃的 欸 它很脆 喔 很脆 很脆 有響那個聲音 對 它上面是一層檸檬醬 然後下面是脆脆的 很像那種塔的感覺啊 好吃 我覺得你會很喜歡 我覺得檸檬塔很嚴格 因為我喜歡很酸的 欸 其實不會到很酸 可是我覺得滿好吃的 因為我不敢吃太酸的 欸 不敢吃太酸 對 可是我覺得酸度是夠的 是比較不酸的檸檬塔 我覺得它甜味比較多一點 女生比較吃酸 我覺得滿好吃的 你也喜歡 我自己是喜歡吃酸的 它這個是偏甜 但是我覺得如果配咖啡的話 應該還好 就可以中和一下 對 中和一下 我覺得滿適合的啊 還不錯吃 我們馬上來吃下一道 下一道是提拉米蘇 好 它這個 提拉米蘇跟外面提拉米蘇 完全不一樣 外面感覺是一層巧克力的外皮 它上面的草莓還有富裕塊金箔 有耶 整個1680元的感覺 多好 好 我們現在馬上吃吃吃看 非常特別 它是要敲嗎 硬的耶 會飛出去的啊 裡面是提拉米蘇 這個好特別喔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來會愛死耶 超喜歡的 它其實外面巧克力皮裡面感覺是奶油還是冰啊 吃吃看 不知道 吃吃看 吃吃看 它是提拉米蘇味道的奶油 真的 真的假的 它底下有餅乾耶 欸 很好吃 很好吃 它外面就是包成一層巧克力外皮 只要中間 再進去一層是奶油 它奶油是有點提拉米蘇的味道 在中間又是蛋糕 所以它有三個層次 而且底下也配一塊餅乾 多層次 對 所以你試成一起吃的時候 喔 那個層次真的很豐富 因為它提拉米蘇是很正統提拉米蘇的味道 它帶有一點酒香味 我就蠻喜歡的 外面吃不到這種特別的口感 我完全沒吃過 它巧克力很好吃 對 巧克力是帶苦一點的 而且酒味很明顯 對 提拉米蘇的酒味很明顯 這是第一名 第一名 對 這叫第一名 巧克力都會第一名 真的 好啦 我們總結一下這一點 你好 我就總結一下REC 它是一間 目前去過的咖啡廳 那麼多間裡面的第一名 它的 不管是景色 還是裡面的採光 還是茶桌 非常適合來這邊辦公 還是讀書 而且它沒有限時間 重點是他們的甜點 還有咖啡 都在水準之上 我覺得他們的水準真的蠻高 而且整個環境真的超舒服 重點是服務態度超好 對 而且它位置是蠻多的啦 現在是因為平日早上 所以可能人比較少 到家這應該是大爆滿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記得可以先訂位 不然在樓下排比較久 而且位置的距離也蠻開的 對 而且真的是很安靜 我覺得可以媲美圖書館 好 我們趕快把這邊東西吃一吃 等一下去下一間店吧 沒錯 拜託 好 現在第三間 到我們在西豚路二段的 櫻桃計畫 對 櫻桃計畫 他們其實有三間店 這間是縫甲店 縫甲店我覺得比較適合讀書 他們其他間好像也不錯 西豚是新開的 是沒去過 他們這間店 我覺得他們裝潢真的是一百分 外面是這種很像清水模的 設計 很漂亮 他們這間店是比較小間的 跟我們前兩間店的差別就是 它環境比較輕 而且在一個小巷裡面 蠻適合逢甲學生來讀的 在逢甲附近 可是他們的假日 是有限制用餐時間兩個小時 好像是最近才改的吧 我原本以為是沒有限制 平日的話都沒限制 低消耗的人是一百五 所以他們這個特點就是 可以不用點飲料 如果今天你不想點飲料 就是想吃一個甜點的話 也是蠻適合這邊的 他們的仙城蛋糕聽說很有名 我們Tony哥怎麼在這邊 我在看雨啊 好 我們等一下就馬上進去吃吧 Tony也一起進去吃 GO 好 現在我們進來裡面了 它裡面的環境其實我覺得 也是很安靜 它的採光啊 還有二樓的採光都非常好 可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們二樓好像是沒有開放 所以一樓的位置比較少 大家可能可以先打電話過來 先預訂 而且它這邊是每一個座位旁邊 基本上都有茶頭 所以蠻適合如果來辦公的話 也是可以帶電腦來 蠻安靜的 應該很小聲 對 可是我覺得他們跟 REC還有星巴克來比的話 就是他們空間算比較私密的 所以進來如果聊天的話 比較不適合 比較適合進來辦公 好 結果我們後來點了七樣 幾乎都是千層 左邊這個是 伯爵的千層 這是芝麻的千層 這是巧克力的千層 這個是海銀礁堂 對 千層一律都是一百二 他們現在好像有活動 就是點了四樣會送一樣 所以 肉桂圓是招待的 肉桂圓原價是一百塊 這個是抹茶 歐雷一百五 這個是紅茶辣椅也是一百五 他們裡面店內的話 低銷一個人是一百五 所以我覺得價位的話 是算偏高一點 可是他們的飲食性 都還蠻不錯的 我們現在試試看他們的千層 伯爵千層 而且他伯爵千層長得很像某隻 千層蛋糕 但是這個可以吃兩塊 還早些 柏橘的味道很重 可是他奶油味道也蠻重的 它上面的醬 柏橘味很濃 對 它真的是很像你在喝柏橘紅茶 這就是紅茶屋類 吃起來就好像我在喝紅茶一樣 它的紅茶味很重 我覺得還不錯吃 它的醬很厲害 對 中間的醬蠻厚的 真的是很多層 真的是千層 完全就是 這個紅茶是不是 一吃就知道了 好 現在來吃吃看芝麻 有點硬 可以嗎 可以嗎 這蠻硬的 對 我怎麼會硬 這也是 這是芝麻 嗯 一吃就知道 平分平的 它其實一吃就知道 它裡面還有一點芝麻的顆粒在 芝麻味道很濃的 如果喜歡吃芝麻的 應該蠻喜歡的 我發現它這一塊比較硬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快把它弄壞了 這起來很像 紅豆餅裡面的芝麻很鮮 對 其實有芝麻顆粒的感覺 對 如果我覺得喜歡芝麻的人 這一道會很喜歡 我們來吃吃看那個巧克力 好像我的巧克力糖都不會放出來 我覺得這個最好吃 我覺得這個最好吃 以後去甜點不知道點什麼 就點巧克力可的味 就一定會好吃 巧克力不會到很甜 它淡淡的巧克力味 所以我覺得這最好吃 它的巧克力跟奶油融合的 我覺得剛好 比這兩樣都會有好一點 是苦甜的巧克力 味道很甜對不對 嗯 但是我最喜歡這個 我覺得那個 真的喔 你們都喜歡這個 好 現在來吃吃看 海鹽焦糖 它上面一層很像布丁的東西 現在手已經開始抖了 所以它有咖啡 那等一下 這樣 很像在吃那個 牛奶糖 對 對 那個韋特糖是不是 台南摩蟹球 台南摩蟹球 怎麼會 就是那個牛奶糖的味道 真的 一模一樣 超甜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我知道那個一顆 對不對 我不知道怎麼講 還叫紅血球那個嗎 對對對 就是一模一樣 那叫韋特糖 我很喜歡吃那個 一模一樣 可是我覺得是上面的醬在甜 就是它完全 對 這個吃起來我覺得就是吃韋特糖 我覺得 他們的謙承特色就是 吃什麼像什麼 味道都蠻鮮明的 吃起來都不錯吃 我們現在吃吃看它的肉桂卷 它裡面是好 核桃 我先說我其實我個人是覺得肉桂卷 沒有到很喜歡 很多人喜歡吃 我就很喜歡 可是我覺得它們不錯是不是 外面烤的很脆 肉桂卷有分 裡面的粉是辣的跟比較甜的 然後辣的就接受的度比較低 嗯 它肉桂卷蠻重的 可是我覺得它們贏的就是外酥內管 外面烤過 它們是現烤的 所以外面蠻脆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是這樣味道沒有很重的吧 對 我覺得有吃過更重 對 因為如果太重的肉桂卷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我喜歡淡淡的就好 它們這個我蠻喜歡吃 以我沒有到那麼喜歡肉桂的人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是比較便宜進人的肉桂卷 因為它有葡萄乾 就會淡化肉桂粉的味道 因為有些肉桂粉是辣的 那種就比較不好入手 很喜歡拌的 會很喜歡 還蠻推的我覺得 而且價位的話還不錯還算便宜 但就是比較淡 那你喝這個抹茶 它這邊有一層白芸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一般的抹茶拿鐵 就是中規中矩的好喝啦 來的話可以一點 就是普普的那種感覺 它奶味比較重 對 它是奶味比較重的 呃 如何 那種冰塊的水 它是吸管融化的嗎 對玻璃吸管 我覺得就是玻璃吸管就不算好不錯 那是因為奶糖的關係嗎 然後又少冰嗎 冰塊融化 我覺得有可能是冰塊融化 你喝喝看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冰塊融化 不然它的茶葉的味道還是 那個韻味還是在的 但是它是茶味真的 對 可能是因為冰塊融化的時候味道比較淡 好我們總結一下這間店 我覺得他們店 贏的地方就是環境 因為它相對於REC還有星巴克來說 它環境是比較輕優的 比較小間的店 所以裡面的話位置是少少的 不會有很多人 如果你不想被大家知道你在咖啡廳 偷吐司的話 建議可以來這邊 離風假很近 所以風假學生也可以來這邊 滿適合的 那他們現在因為二樓沒有開放 不然二樓的環境 我覺得比一樓更好一點 採光更好 對 如果餐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表現中規中取 來的話建議可以點 這個吧 對點這個 我覺得還有巧克力 青層的口感是偏紮實的那種 就有青層很軟 但這個吃起來 對比較紮實 飲料的話他們手沖咖啡應該是不錯的 可是因為我今天已經喝到手抖了 所以就先不點咖啡了 好 那我們就是把這邊吃一吃 我們去下一點點吧 好 現在來到我們第四間 在西區 省紀新村旁邊的 貴孫咖啡 之後我們剛剛有進去稍微看一下環境 環境是相當不錯的 他們有一樓跟二樓的內用空間 二樓的話它是面對陽台的 非常多花花草草 之後它裡面的每一個地方 它的採光都非常的好 而且音樂是舒服的音樂 小小聲的 一樓也有兩三個座位 也是蠻不錯的 這一間店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相對非常平價 它的低銷是只要九十塊而已 不用點飲料 所以你進來不一定要點飲料 跟上一間是一樣的 你如果今天來不想喝飲料 想減肥也沒關係 它也有鹹的減餐 有 早午餐類的 也有一些甜點 所以蠻適合不想花大錢 愜意的辦公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去看吧 好 我們進來 看到他們的環境其實蠻好的 而且它二樓還有書可以看 就是你今天來讀書或辦公 你累了 你可以去拿它這邊的書來看 整體的感覺很溫暖 我覺得應該是燈光的關係 就給人家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對 而且它每個位置上面都有一盞燈 所以不用擔心光線的問題 這環境我覺得是前幾名的 我蠻喜歡的 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他們餐點吧 要不要被罵 拜拜 為什麼我喝飲料可以插著 筷子不能插著 所以我們會點了四樣東西 因為他們低消90 可是我們吃不下 而且小的東西 所以就點的比較少 那這一樣是他們的算招牌布丁 這是90塊 這是牛肉可送 一個set會附一個烘茶 然後選其他飲料可以得40 所以我們就換了 奶蓋烘茶本來是80 然後現在就變40塊 然後這個是椰家雪菲 他們手沖的招牌咖啡 感覺蠻厲害的 他在那邊手沖 我們先來吃吃看鮮的好了 好 感覺我們今天都在吃甜了 不然你先吃 哇 一口塞 好吃 我覺得牛肉不會過鹹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別間的 牛肉煙勳超級鹹 可是它這個都已經有起司了 還是不會過鹹 所以我覺得很加分 因為起司本身也是鹹 而且它可送切起來感覺蠻脆的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我發現他們這個 起司的味道非常濃郁 啊牛肉它是 煙燻的牛肉 有淡淡的煙燻味 有一些煙燻牛肉的那個煙燻味 太濃了 我不太喜歡 好像會吃燒焦的東西 可是他們不會 但是牛肉的煙燻味道恰到好處 再配上起司 起司也不會過鹹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很清爽 因為可頌烤得很脆 很多層次 蠻好吃的 而且蠻健康的 裡面還有附霧番茄 生菜 對 這道蠻推薦的 可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價位是小貴啊 因為旁邊菜比較多 可是這是蠻好吃的 好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布丁 好 而且你看這個湯匙真的非常酷 它這種彎曲的湯匙 可以掛在上面 我們吃吃看 它上面有一層白色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像還有附一條大麻 大麻也 好 吃吃看 好吃 真的 很濃郁 很多焦糖布丁的焦糖太甜了 他們的不會 淡淡的焦糖 我也不會太焦 而且它布丁吃起來是很濃郁的感覺 非常好吃 超濃郁的 不好吃 結果店家剛才還招待我們一個肉味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不然妳吃吃看布丁 喔 我好期待喔 喔 它是很軟的 布丁有分硬布丁跟軟布丁 它就是軟的 喔 它奶味很重耶 對不對 很濃對不對 喔 好吃 好吃 對 很濃很濃 那奶味超級重的 對 我喜歡奶味超級重的 可是老實說90塊小小 就是價格偏高 可是我覺得 對 可是我覺得還可以點 蠻值得的 因為好吃 好吃就沒關係 我們先來喝喝看他們的 椰家雪菲小蔥咖啡 蠻燙的 我們來喝喝看 我覺得跟早上的 AEC來比的話 它的咖啡是沒有這麼的酸 我更喜歡這種咖啡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蠻怕酸的人 所以這種酸度 我是覺得是剛剛好的 我們先招待了你的大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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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剛才店家突然招待我們那個 好像是招牌的那種大佛燒吧 大佛雞蛋糕 雞蛋糕 雞蛋糕 我們等一下再吃吃看 嗯 而且他們剛才店家有講說 這個杯子是讓你把這個咖啡倒出來 它倒出來的話 它溫度不一樣 所以你喝到的咖啡的城市感會不一樣 所以這一間店老闆應該是真的很懂咖啡 好 我們先來喝看這個奶蓋紅茶 我覺得它的紅茶是淡淡的味道 奶蓋感覺的奶味優質感比較重一點 欸 我個人覺得還好 感覺它的奶蓋跟紅茶有種分開的感覺 就是他們喝起來在嘴巴是分開的感覺 對 我覺得他們的招牌也是咖啡 點他們手沖咖啡不會錯 這個的話我是就覺得還可以而已 好 我們先來吃吃看他們招待的雞蛋糕 大佛雞蛋糕 好像是一個他們滿主題的商品 對 它的頭跟釋迦摩尼佛的頭是一樣的 咬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它裡面就是雞蛋糕 我以為是有保險 可是這是沒有 原味 嗯 原味的 滿脆的 還不錯吃 今天來吃吃看肉桂捲 你先吃 我們上一間吃的肉桂捲是乾式的 這間招待的是濕濕的 它上面這個是應該是焦糖吧 我猜 對 有可能是焦糖 而且它撒了滿多堅果粉 嗯 堅果粉 跟剛剛那間的肉桂捲完全是不同類型 然後湯裡面是沒有核桃的 剛剛那個有核桃跟葡萄 它外面的醬滿甜的 可是因為它裡面的肉桂粉是味道比較強烈 可是因為外面是甜甜的醬 所以肉桂捲的味道不會那麼刺激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耶 很好吃 我喜歡這個 你覺得比上鮮的 因為我喜歡濕的肉桂醬 所以這邊就直接得分了 完全可以 而且外面的那個糖又不會過甜 可是它又可以綜合裡面肉桂強烈的味道 嗯 喔 這好好吃喔 我喜歡這個 這個肉桂挺好吃的 而且他們的麵包類都是偏綿密的口感 不會被捏到 有一些其實是會想要喝水 這個是不會的 好吃對不對 這個很好吃 我覺得比早上好吃 這個很好吃 你看這個 推進大家來點這個 這個他們招牌 這個真的可以點 好 總結一下這間店 我覺得他們的環境超級好 我很喜歡 每一個桌子上面都有電燈啊 所以不用擔心採光的問題 之後插座也是蠻多的 二樓也是有插座 而且二樓的氣氛我覺得又更好 也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 還不錯 餐點我覺得都表現得蠻好的 手沖咖啡很值得點 還有這個肉桂圓很值得點 布丁也好吃 只是這兩樣的價位比較偏高一點 我覺得這間是我 目前世間最喜歡的一間耶 因為我覺得它的色調很溫暖 我很喜歡這種很溫暖的色調 我覺得這是今天的第一名 你說甜點類的第一名 對 甜點類的第一名 這麼誇張 那我們就趕快把這些吃一吃 去下一間 最後一間店 現在終於到我們最後一間店 就是第五間 現在喝咖啡喝到心計熟透了 等一下要去醫院報到 我們現在第五間是魚魚咖啡 這間是我的朋友推薦給我的 他們裡面我剛才有進去看那個環境 是蠻好的 有點在一個小巷子裡面 非常隱密 重點是它交通很方便 旁邊就是台中火車站 所以很方便來 之後他們的金虎燒好像是他們的特色 大家都說很好吃 而且蠻便宜的 好像三四十塊而已 好吧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 夠 終於到我們最後一間店了 我現在超級累了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去按一個讚 支持我一下 這個企劃真的太累了 它一整天 好 我們現在進來這間店的環境 看到它環境其實蠻不錯的 一樓它是只有一個位置而已 比如樓上它其實蠻多位置 而且重點是每一個位置旁邊都有插座 它一個重點就是 它們兩個非常喜歡 就是它在二樓的後 二樓的後面 現在有一個賣衣服 還有賣背包 賣各種女生用品的地方 它裡面有包包 髮飾 髮褲 衣服跟襪子 都超級便宜 我覺得我等一下就會賣了 獨類的可以去那邊逛 好啦 那我們就等它餐點來 我們來看一下吧 之後我們點了 好多樣 幾杯啊 五杯 之後三個 金虎勺 三個不同口味 老闆又招待了一個可麗露 之後一個盼收 乳酪蛋糕 還有一個 檸檬生乳酪 這一杯是 蜂蜜檸檬氣泡飲 九十塊 這個是抹茶拿鐵 百二 這個是蔓越莓什麼東西的骨粽 也是九十 冰拿鐵 一百 這個是西西里 咖啡氣泡飲 也是一百 之後金虎勺是三十五 期間限定的口味是四十 好 我們先來喝喝看 這杯是我點的 蔓越莓氣泡飲 還蠻好喝的 它氣泡很細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不太敢喝氣泡 一般的汽水我可能不太敢喝 可是這個氣泡很細 所以我覺得它不會打到我的止痛 我覺得蠻好喝的 酸酸的 你來喝喝看你的這個 這是蜂蜜檸檬氣泡飲 你喝喝看你的氣泡 你喝喝看你的納鐵 如何 我覺得它氣泡比較 綿密對不對 對對對 沒有很甜 沒有很甜 太不錯 奶味比較重的納鐵 這邊我還蠻喜歡 因為我今天喝太多咖啡了 今天都會沒事 抗拒咖啡 但是這個納鐵奶 我也很重的喜歡 這個還蠻清爽的 我覺得這個有種 救贖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抹茶的納鐵 比較不像那種一般 泡那種粉的味道 有那種淡淡的抹茶味 喝得出來應該不是粉泡 好 然後再喝喝看這個 七七檸檬氣泡飲 對 咖啡氣泡飲 喝喝看 蠻特別的東西 我喝它好綿密的氣泡 欸這個很好喝 它一開始喝去是咖啡的味道 可是你要準備吞去的時候 就變檸檬的味道 這氣泡很綿密 喔這個很特別 對有點像檸檬紅茶 可是又不是 很好喝的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吃它的金虎燒 這個應該是那個什麼 火腿起司嗎 新日限定 對不對 好把它咬開看看 它起司都飽出來了 這是明虎的甜點 欸很好吃 他們的金虎燒是每天 下午1點半到5點半有 所以想吃等要1點半以後來 才會有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欸這很好吃耶 喔 欸它爆漿耶 那代表它的料是弄得很實戰 我再把它爆米撕開 我吃看 吃吃看 這個我再吃看 這個是 紅豆很貴 紅豆很貴 我覺得 它的黑糖不會過甜 有的黑糖是那種很死甜 但是它跟牛奶中和之後 我覺得反而是 牛奶的味道多一點 然後黑糖的比較淡 所以不會過甜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長輩也會喜歡的 因為有的就是那種會超級甜 長輩喜歡就是代表你不喜歡你 我喜歡 我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哪一味 那妳覺得妳的 紅豆很綿密 後面這個很貴 超Q的 我覺得這個滿好吃 沒有很甜 剛剛好 他們金虎燒 我記得是他們招牌 很好吃耶 欸不貴啊 來這邊必點 我們來吃吃看店家招待的 可麗露 之後這個是 乳酪蛋糕 但他們現在還沒開始賣 我們先來幫大家吃吃看好不好吃 他先給我們招待看看 乳酪蛋糕 這個是 檸檬生乳酪 記憶力很好 75塊而已耶 超便宜的 好 先來吃哪一個比較不甜 這一個 好吃 很好吃 它那個中間那一層白色的 可以看到它是滿綿密的 一切就花開 很清爽 上面還有塞一點檸檬皮 咬到的話又有另一種口感 還不錯 蠻好吃的 我們來蠻好吃可麗露的感覺 看你了嗎 喔 很脆耶 你有聽到那個脆的聲音嗎 很脆耶 喔好脆喔 很脆的 超明顯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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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退出的滷肉蛋糕 不會 滷肉蛋糕 滷肉味蠻重的 可是 他說要退冰才吃啊 我發現他好像還沒到完全退冰 退冰吃了一個冰的感覺 有點像在吃冰溪 還不錯啦 蠻好吃的 對 這還蠻好吃的 吃到後面的話 都是滷肉的味道 所以你的新品是沒有問題 蠻好吃的 可以賣了 老闆可以賣了 可是我應該上冰的時候 老闆已經在賣了 我們總結一下這間店 我覺得它的環境也是很好 蠻適合讀書的 而且在火車站的附近 超充很方便 像我這種公車組 就完全可以坐公車來 飲料跟餐點都還是蠻不錯的 它的一個蠻大的優點是 它的甜點都還蠻平價的 跟我們今天來比的話 都算蠻平價 還比星巴克便宜耶 星巴克現在是那個標準 對 星巴克是標準 好 那我們這邊吃完 我們等一下總結一下 CP值最喜歡的餐點和環境 給大家Go 好 我們今天從早上9點半 拍到現在天都要黑了 高級的淚 有點花的重門 我們現在就來總結一下 問兩位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們覺得今天環境最好是哪一間 最喜歡的環境 妳先離開 衛生咖啡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色調太喜歡 很溫暖 像在家讀書 對 而且它採光很好 對 就是整個環境都很舒服 而且它樓上有一些別的書 如果你讀書或辦公累了 就可以上去可以舒緩心情 我覺得還不錯 換你了 STARFISH 我給REC 因為它外面那個景真的太厲害了 對 而且很安靜對不對 對對對 那邊的人其實都聊天很小聲 也不會吵到別人 我自己最喜歡的也是REC 因為我覺得它安靜程度 已經跟圖書館差不多了 讀類還可以出去走走看看景色 而且晚上夜景又更漂亮 所以我也是給REC 第二個的話我今天餐點 妳最喜歡哪一個 來 我給蕙生咖啡的肉桂捲 對 那個肉桂捲很好吃 對 那個肉桂捲很好吃 那肉桂捲外面有淋糖 之後裡面的肉桂的粉 味道也是剛剛好 味道太強 我也蠻喜歡的 換你頭 我喜歡的有兩個 一個就是 蕙生咖啡的肉桂捲 因為它是濕濕的肉桂捲 它外面跟裡面的這樣調和得很好 不會哪個搶走哪個 我覺得很好吃 第二個是 星巴克的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松露蛋糕 我這個第一次吃 然後我沒有想到就是 星巴克的巧克力蛋糕會這麼好吃 並列第一嗎 對 就是兩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自己兩個都蠻喜歡吃的 松露蛋糕那個很多層次 有奶油又有餅乾的脆 到現在還忘不了它那個 餅乾脆脆的那種口感 太喜歡了 還有我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 我覺得是雞虎燒 雞虎燒它們三個品項 口味都很好吃 而且它們有很便宜 30塊而已 或40塊 以我這種客家學生來講 就超級好吃又便宜划算 它的火腿還有它的麻糬 就融合都很好吃 之後第三個問題就是 以總和來說的話 你們覺得CP值最高的 環境跟價錢 去比較衡量的話 最喜歡的是哪一間 快松咖啡 我覺得它完全就是 多得放心了 因為我覺得 它不管是環境還是食物 我都非常喜歡 我自己覺得不錯 而且低銷才90 跟其他間店比又更便宜 大家必須 不可以這一間 羽魚咖啡 它們餐點很好吃 就很輕鬆 然後價格很便宜 對 而且位置也是蠻多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話 CP值最高的話我覺得 吃星巴克 很多人都叫我不要拍星巴克 因為星巴克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沒有 我就是最喜歡星巴克 我就算不點東西 我就可以進去坐著 而且店員不會管理 在裡面要幹嘛就幹嘛 所以我才會推薦 星巴克 而且大型星巴克環境非常好 店員也很合善 那大家如果 還有什麼推薦的咖啡廳 適合讀書的在台中 都可以推薦在留言 跟我講 我有機會再拍 如果這一集戰術夠高的話 我可以再拍第二集 其實它很多店 我們都沒有拍進去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兩位的話 李鵬跟StarFish 我把他們的IG放在下面 李鵬他整理了非常多的片單 你如果Netflix 不知道看什麼影片 還是不知道看什麼小說 漫畫對不對 對 還有吃東西 對 推薦的非常多 非常精心的整理 大家可以追蹤他的IG 還有StarFish 他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追蹤他的IG 他的鼻子很特別 好 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之後 按讚我的FB粉絲專頁 我是DNNLIN 我們這次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記得按讚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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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說吧 好 就是我今天來拍這個影片 我準備一個驚喜要給晚餐哥 大家不是都說 讀書應該去圖書館嗎 不要來咖啡廳 所以我為了證實在咖啡廳 讀書可以很好 所以我準備的東西要給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買了非常厲害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評量 評量 什麼年級的 這個是 我們現在大學三年級對不對 對 三校對不對 三下社會評量 連大學生都不會的國小三下評量 這個我還真的不會 社會我不會 社會我是社會 然後欸 團公自然主 我自然主 然後來加碼 國文嗎 加碼數學 接下來因為我怕三下不會全對 好 我們等一下就是 我們在咖啡廳我們就要寫評量 在咖啡廳真的會讀書 而且會考更好 對我們是認真要讀書的 不是只是來喝飲料或吃東西的 我們就認真讀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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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